正所谓今天开拉法,明天做爸爸 前两天,学人买学位房的那些尊敬的业主们 东拼西凑几百万,却在家上了三年的网课 你们说,这是不是真讽刺又软心 也有很多是被中介忽悠过去的 买的时候真崩头,住的时候轰高高 入住之后,整栋楼都没人开灯的 晚上都关灯做无氧运动 就目前而言,咱们国家的负债水平 已经是向发达国家看齐了 居民EZF和企业的负债加起来是GDP的2.7倍 国内居民的负债率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 德国的居民债务比率是54% 在未来几年内,我国国内的居民债务比率可能会远超日本 但是根据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来看 目前我国的居民贷款总额已达到56.5万亿 但是其中有30万亿是住房贷款 有这么高的负债率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从历史来讲,本来07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非常强烈的房地产市场调控 王石还抛出过一个拐点理论 负债率也有所下滑 结果到了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历 不得已,我们又抛出了一个4万亿的计划 本来想紧凑控制一下 结果欧债要爆发了 国内的制造业陷入了困境 我们不得不在12年的时候开始降准降息 放松了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限制 城投债开始激增 影子银行也开始矿张 到了15年的时候 前几年的过度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又开始显现了 房地产的库存也居高不下 资本的大量流出 某币的加速贬值 央行开始连续的降本降息 开启了盆改货币化 对楼市调控也放松了 影子银行虽然得到了控制 银行的理睬又爆发了 流向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总量并没有减少 总体的负债到15年 又开始了一次加速增长 到了16年 我们又开始逐步调控 负债率上升的数数有所缓慢 但是结果万万没想到 20年的大流行来了 全球央行都在放水 咱们的负债率也直接飙升到280% 去年我们加大了调控力度 负债率破天荒了 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总计降低了7.76%的百分点 没想到的是 今年年初大流行又开始发作了 开发商集体躺平 现在政策到了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 不放水经济扛不住 放水风险真的很大 真的是左右为难 那么高的负债率 那到底有多少人在吃地方财政饭呢 在94年的时候将近有3000万 05年的时候达到了4800万 激增60% 08年也达到了4600万 09年以后这个数据就不再公布了 如果是根据06年到08年年增数1.8%来推算的话 目前应该是有将近5000万人左右 也就是每25到3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吃财政饭的人 就传国范围而言 各地千军万瓦挣着靠公务员吃黄粮的风气不见 长此晚来 要供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从事生产和创富的人则会越来越少 按照传媒的统计方法 我国的财政供养人数分别为两大部分 一是ECF的机关人员 二是事业单位人员 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最近这两年来看 我们已经进入了财政困难的时刻 比如说去年的财政收入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财政收入增速自8.4 按照同口径校正后的增速速度是5.9% 如果再减去特殊性收入增长措施带来的影响 连5.9%都难以维持 那么我们的税负负担是多少呢 2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30万亿 20年的财政收入是28万亿 占比GDP的27%左右 再拿美国做参照 20年美国财政收入是7.34万亿美金 占比GDP约33%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税负负担情况也是还好的 再对比一下财政收入的构成比 美国这边的个人所得税是占比35% 保险税26% 重价税23% 剩下的就是一些其他税种 咱们这边的个人所得税占4%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到33% 土地实用权出样收入占到30% 两国的国情不一样 统计数据的口径也有差异 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做评价 但是肯定是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 我们这边是以间接税为主 这样子的税负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直播一年无人问 一招缝号天下之 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几个赔钱小技巧 在如今抖音是用来熬夜的 电话用来接收快递的年代 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做这五种生意 只要你碰其中一个 你就跟财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用心做工程的人 做工程真正赚钱的人都是想办法 想把你的现金流搞没眼 让你先垫子 然后给你一些残范胜扎 一旦是遇到了风险 十年白干也是这种人 大开发商就是靠这种赚钱的 不然也不会烂尾那么多楼 第二个就是做不能复制生意的生意 做生意做大的本质是 让别人为你赚钱 一个只能用自己的时间 跟精力赚钱的生意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叫 这样人精神 独一无二 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小作坊 第三个就是做资源不能累计的生意 微商保险社区团购这类生意 做一单拉黑一个人 做一单毁一个人脉 干一段时间身边的亲人都没有了 很难想象出 这些人有多走投无路 才会做的这种生意 第四个就是做回款周期特别长的生意 比如说是酒店 它的回款周期平均是6.8年 连锁酒店做的挺大挺好的 但是它毕竟是连锁的 人家输出的是标准 酒店的租金装修都是要投资人出的 但是在这里面一旦有风险的话 酒店品牌是没有风险的 大不了就少赚一点 第五个就是做重资产运营管理的生意 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又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又要投入大量的金钱 抄着卖粉的心 赚着白菜的钱 这种不叫生意 那下智商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